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个夏日美食 我们经常吃的荞麦碗团 荞麦碗团的做法有好多种 我今天分享两种 一种就是用荞麦筱子做的 一种就是用荞麦面粉做的 现在我们就开始做 首先我们用荞麦筱子来做 荞麦筱子需要提前泡 抓到网堵里面 我们量一下 来上一碗荞麦筱子 抓在网堵里面 倒上水先让泡着 泡二三十分钟 荞麦筱子泡好以后 咱把泡色色的水给倒出去 来上一碗水 开始揉 把它揉成面糊 多揉一揉 把这个面糊也要揉成稠糊 把面糊揉成这样的糊状 然后摇起来是拉丝的 就这样看 好嘞 倒出来 再倒上一碗水 揉第二遍 一碗撕撕一碗水 这样揉 第二遍的糊 咱们再给倒出来 然后再来一碗水 揉第三遍 我们现在再用蕎麦面来整 来上半碗蕎麦面 再来半碗白面 放点盐 先少来倒一点水 不要一次倒太多的水 先把这个面给拌起来 把面第一步 或者这样的糊糊状 多用筷子搅 这样才能把面的这个结细 给搅出来 它这个的碗头才会结 多搅一搅 多搅一搅 把这个面给打 全部搅碎 搅得很细腻 咱们搅成这样的糊糊 搅得很细腻以后 再来加水 再慢慢往洗酒 不要一次把水倒外 要加三次水酒三次 慢慢把它再吸食车 洗糊状 再来加水 这是第二次加水 我们再把面糊往洗脚 继续把这个面糊搅得细腻一点 再来加水 加的都是凉水 外团也是一样的 就是喜欢吃一个外团的 面糊粗一点 喜欢吃软外团的 面糊稍微细一点 一般就是这样的一个细腻 就是把面糊倒起来 它是拉丝的 像酸奶一样 和好以后 让它洗上十分钟 所有的面糊和好以后 就舀到碗里面 就来烧锅这样 外团外团 过一丝 把这个面糊放到碗里面 把面糊放到碗里面 把面糊然后上锅整 盖煮大火轴大约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 轴的过程中我们去看 看轴数为止 突然轴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荞麦面轴的 这个是荞麦粟粟的糊粟的 需要拿出来晾篓之后才可以吃啊 碗团整好了以后 需要晾篓才可以吃 要晾一晾 碗团晾好了 来给你们看一下 这两种碗团的一个区别 看这个是荞麦锁子的 然后它就比较稽盗 我们把它取出来 看起来也比较白 就是这种 这个是荞麦的 荞麦的它看起来比较黑 这个相对来说要软一点 但是也很稽盗 我们需要把它切成薄片 荞麦粟粟的就比较稽盗 我们可以切得更薄 荞麦面的它就切得没有那么薄 在我们这边吃外团 好多人都比较喜欢吃麻辣根外团 就是用羊杆子或者竹杆子 炒一些酱粒的 然后拌上去吃 今天的话我准备炒一个素的 炒一个西红柿酱 因为也有好多人可能不喜欢 和不习惯吃这个麻辣根 我们今天就来炒个西红柿酱 炒西红柿了也就比较简单了 再切个辣椒打配料 烧油 葱花蒜沫炸锅 炸香以后倒西红柿 来点花椒粉 椰 鸡 把西红柿多熬一熬 好嘞出锅 在我们的碗头里面来一勺西红柿酱 油泡辣子 再来点醋 蒜泥 香菜 摆起来的夏天来要这么一碗 和米油一碗过油 这个就是我们 乔麦碗头的一个做法 夹炒做法 我想给大家啊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 自己在家里面做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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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